第280集 丹惊受怕的皇上 渔州上的人见有树枝官船向自己靠近 感觉不妙 连忙华的小舟顿入茫茫的芦苇荡之中 在长江边上长大的莱霍尔当然清楚 不知深浅闯入芦苇荡里会是什么后果 他只好无功而返地回到皇上面前 借着月光在龙舟上看得一清二楚的皇上 明知故问得到 人呐 连州顿入芦苇中去了 青怎么不尽力地追赶 那可不是青翼能进去之地 咱只官船是有八九进去就回不来了 青在吓唬朕呢 沉下气感 来火而解释说 他的船小熟悉其间的路径 往来卢荡穿梭自如 咱的船大而且不知深浅 一不小心就搁浅于芦苇丛中不能动弹了 此是其一 此外 咱还怕那渔州是故意引诱咱们去中埋伏的 咱的家乡周遭无山 但是河岗湖差却是很多 土匪强途逆贼 就靠着芦苇荡做掩护 审出鬼没 抢劫往来的运输船只 你要是贸然闯入 可能正中他的下怀 啊 皇上大害 他不自禁地望了一眼月光下黑曲曲的一片芦苇荡 日间他还觉得风光无限之地 此刻顿时觉得阴森恐怖起来 于是他说 那怎么不放把火呢 将他连人带芦苇的全部烧光 此刻是不得 为什么呀 当下刮的是西北风 咱正处在下风头 火解风势 咱的船烧得可是比芦苇快得多了 皇上听到这个 惊出了一身冷汗 他忙要改口说 请去捉拿愚人的时候 朕想了一下 那歌不像是当地的愚人唱的 歌者应该是拉欠的垫脚 皇上这么说 并非是毫无根据的 因为那歌者分明唱说 今我挽龙舟 又困随地道 顿时来霍尔摇了一下头 然后他说 那就更不可思议了 龙舟自曹渠进入湖泊 就不用拉欠了 所有的船只都是靠风帆 和船上的船弓撑高 以及滑桨前行的 垫脚门则沿着一道而行 他们即使唱歌 那船上的人怎么能听得到呢 皇上一想 来回说的确实是不错呀 可是自己却真真切切地 听到那歌了 那究竟是谁唱的呢 皇上正犯愁愁的时候 一轮朝日 已从东边的天际 喷勃而出了 若是在过往 皇上对指指他的人 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可是时下 水上惊魂闹腾了半夜 已经是身心俱疲 而且 此还是在捉摸不透的湖面之上 去哪里寻踪秘迹呢 尤其是经来火而提醒 水网炉荡 非安全处所 于是便下令 龙舟加速前行 尽快离开这 莫测幽深的水泊 自此 心情稍有好准的皇上 又疏得低落了下来 一路辛辛苦苦 为皇上保驾护航的语文术 知道皇上郁郁寡欢 心中着急 却又无计可施 这一天 传到了虚疑 走了很长水路的皇上 终于登岸 驻碧当地 专为皇上修建的骊宫 都梁宫中 稍稍松了一口气的语文术 检查布置好各处警卫队伍 前往都梁宫 觐见皇上 他醒过柜里 急说 往前龙舟 即将进入寒沟 将都指可到 陛下 船坐久了 是否能在虚仪 多歇几日 不了 今夜歇一宿 明日就起航 皇上 让语文术 坐下之后 他继续说 工来得正好 有个事 朕正要与汝 商量一下 请圣上 试下 朕想弃船 从陆路去江都 啊 语文术听到这个 头一下子就大了 他船坐得好好的 怎么又要改成车了呢 而且 事前毫不知情 跟随皇上 南下的嫔妃 虽然捡了大半 但还是不少 若文武官员 也都改成车架 虚仪是个小地方 一时半会儿 去哪儿调集 大批的车辆和马匹呢 皇上 见语文术 哦了一声 便没了下文 然后就问 工事怎么了 朕就想坐个车 工就没辙了 寒沟一带 水面宽阔 坐船稳稳荡荡的 圣上在船上 不仅可以观赏 不一般的淮南 湖光水色 几日的功夫 舒舒服服的 不就到了江都了吗 船坐久了 发腻 朕想乘车 呃 就剩上一个人 皇后一语 镇同网 哦 语文术听了这个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若是此样 那好办 莫忘了 把蜀王和齐王也 捎带上 啊 此一好办 语文术 此才向皇上 道出原委 须语是个小地方 都梁宫里 为皇上出巡 配备的车架 总共也就实于成 如果船上的大臣 和飞品 都要上岸坐车 那就着实 叫陈下着难了 此事 不要让随行的大臣 和后宫中的人知晓 船队还要按 以往那样排列 仍由来护儿 做水上警戒 功则率 萧果 从义道 护卫镇 赴江都 是 功先去与来护儿 秘议一下 明日一早 就各自启程 皇上此番布置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 须说说皇上 话中提到的 这两位王爷 其中的蜀王 即是久违了的 皇上的四弟 杨秀 皇上一共有一兄三弟 此四个人之中 活到今日的 只剩蜀王一个人 杨秀冤枉 遭罢处 一直被软禁 而且是皇上走到那里 就将他带到那里 十余年来 而且一直是由 宇文树经手看管着 皇上就怕杨秀 一旦逃脱 另立山头 所以对他 分外的警惕 另一位齐王呢 即是皇上的次子 杨俭 父子骄傲之后 皇上给儿子高官厚禄 却从来不给予实权 更不让他带兵 也常放在自己的身边 而尤其是在此 多时之秋 皇上更不敢对亲弟弟 和亲生的儿子 掉以轻心 因为古往今来 许多意想不到的 突发大事 都是至亲酿造出来的 除此而外 皇上坐了这么久的龙舟 就剩下不长的一段水路了 仅仅几日的功夫 即可抵达江都 为什么却突然改变了主意 要乘车呢 难道真的是因为 传作腻了吗 不是 那又是为了什么呢 前面这条不足四百里的寒沟 说它是沟并不准确 首先 它连通淮河与长江 水量之充沛便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 这条航道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湖泊连着湖泊 它从长江北的寒口 向北延伸 经陆阳湖与吴广湖之间 再往北穿越樊梁湖 博之湖 涉阳湖 白马湖 经墨口入淮河 其间水网如猪网一样 四通八达 十分复杂 太平年代从这条水道经过 湖清水秀美不胜收 可以大饱眼福 此外 不论拿起何种鱼具投入水中 汽水便能捞出活蹦乱跳的鲜鱼 还可以大饱口福 除此而外 在此秋季 湖中还盛产 铃 藕 莲子 野鸭 等各种水产品 但是 时下则不成 走上一日还不到头的芦苇荡 事项期间 能藏多少水上的逆贼呢 人家躲藏于暗处 你皇家的船队则是在明处 上不着天 下不沾地 那还不是只能任人宰割 说到底啊 皇上怕的就是这个 第二日清晨 一轮孤零零的残月 尚且在幽兰的天际间挂着 清脆的帮子声 刚敲过了死羹 而就在此一刻 敬畏森严的都梁宫的大门 吱吱压压地洞开了 从宫里 鱼冠冲出了一标 全副武装的清旗 紧跟其后的是武量 同样制式 用四匹马拉的 高规格的车架 车架之后 亦同样是长长队列的 骑兵队伍 打前没有了威武器派的仪仗 队列之中 亦少了意趣盎然的歌舞乐祭等 此在皇上出行之中 可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队伍驱散了晨早的寒露 一出宫门 拐上了一条宽阔的异道 向南急驰而去 一路之上 没有杂乱的喧哗和鼓乐的鸣奏 只听到一片急促的马蹄声 和车轮碾压地面的擦擦声 五辆车之中 蜀王杨秀乘坐的是第一辆 车夫而外 与杨秀同坐车厢里的 还有三位武艺高强的侍卫 杨秀带有脚镣 手铐 没有上家 看守的侍卫则全是徒手 不过 以此用来对付当下的杨秀 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十余年来 杨秀尝试过逃跑 也尝试过自杀 但是都被早有提防的 宇文树的手下人 一一地化解 事到如今 杨秀也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往日那种桀骜不驯的性格 已经荡然无存 而今的杨秀 纯粹就是一句行尸走肉 给啥吃啥 也不与人搭枪 长得倒是 飙肥体壮 跑在杨秀之后的 第二辆车和第三辆车 都是空置的 中途如果有车辆损坏 可以及时地更换 皇上与皇后则共乘 不大显眼的第四辆车 此车之中 仅有侍候他们的 两位贴身的宫女 他们之后的第五辆车里 坐着齐王杨俭 与齐王共乘一车的 是他近来最爱的一位 妃嫔和两位宫女 皇上因为患了失眠症 彻夜未眠 天还没有明 即登车启程了 所以一上车 便歪靠在一名宫女的身上 一直是迷迷糊糊 似水飞睡的 此条一到 皇上在坐静王的时候 就来来往往的 不知跑过了多少次 这条路呢 也是屡经翻修 宽固而平整 皇上的车架 一路风驰电车 奇快无比 但是再好的路面 亦难免会有 小小的突兀之处 即使是一颗小石子 被快速的车轮碰到 即会发生剧烈的颠簸 皇上就是这样 冷不防地 即从睡梦之中 颠得反弹而起 一不小心 头就磕在了香板之上 碰得 咚的一声响 这似睡非睡 正在做噩梦的皇上 双手抱着头 惊恐异常地 大声地喊道 云公 快来救朕 此时啊 坐在前排 透过拉开一条小缝 牧师窗外的皇后 反而是十分震惊地 回头问道 圣上 圣上 你怎么了 是不是有逆贼打劫来了 他们击中了朕的头 上一次 皇上在从晋阳返回东都的途中 曾经遭遇逆贼打劫 抢走了四十二匹鱼马 这件事呢 使皇上至今 仍然是心有余悸 皇后 宽慰皇上说 您瞧啊 外间天气有多么爽啊 何来的逆贼呀 皇上 一将后窗 严实的窗帘 拉开了一条缝 外面不仅天亮了 而且还是个 大晴天 一缕晨光 穿过了缝隙 射入车厢之内 然而 皇上的坐驾 没有因为颠簸了一下 而减慢车速 飞速前行的御驾 从窗缝之中 袭进了一股清风 皇上感受到了 和煦的尘光和清风 心绪也稍续地平静了下来 这时 又听到阵阵急促的马蹄声 那声响如雷贯耳 扣接着他的心头 他说得又紧张了起来 然后问 是不是阿孩追来了 这阿孩呢 就是杨简的乳名 皇后则说 阿孩的车子在跑 圣上的车子也在跑 此不是同去江都吗 他追什么呀 真不是那个意思 真是怕阿孩 念来打杀他爹 圣上想到哪里去了 阿孩不是咱的亲骨肉吗 他怎么能那样呢 诶 此种事女人不懂 玉途大位 他才不管谁是谁呢 杏儿 皇后大声地道 这个杏儿就是身边的宫女 好声地侍候着皇上 皇上昨夜没睡好 光说狂话了 车厢之内 顿时就没了声息 只听到阵阵急促的马蹄声 伴着呼啸的风声 一阵仅似一阵 值得庆幸的是 水路也好 陆路也好 齐头并进的两支队伍 都安然无恙地抵达了江都 皇上入驻江都宫 仅歇了一日 有的乘船官员尚未抵案 而皇上就因各项急物缠身 便毫不迟疑地上朝了 此时的皇上明知国事 已经不可为 但仍然勉力支撑着 他想稳住岌岌可危的朝政 即使只能保住江南的半壁江山 也是好的呀 一路奔波 有病在身的左卫大将军宇文树 首先起草道 请接山西河东抚慰使 李渊奏报 托决大局侵扰山西河北边境 请求朝廷派军前往池远 李渊 宇文树如果不提此名 皇上还真着把他给忘了 经此一提 便立即转向了裴运 他说 此时怎么回事 不是已经派人去宣礼渊 来东都述职了吗 他怎么还在晋阳主事 禀告圣上 裴运解释说 赴晋阳宣钊的亲使返回东都 圣上的大家 已经在前往江都的路上了 亲使从一道一路赶来 到达江都已经有数日 臣下亦是昨日上岸 才与他照面的 那么亲使怎么没有将李渊 带到江都来呢 亲使说 他到李渊府上的时候 李渊卧床不起 全身都变成了青黄色 病得不轻 若是让他勉强上路 必然死于途中 皇上一听 十分的生气 他说 李渊既病了不能起身 怎么还在操持军务呢 并向朝廷急报军情 此明明就是蓄意装病嘛 最佳一等 裴运则继续道 此次 那名亲使 还同时从东都 带来了另一个消息 他说 皇上离开东都 已经不传唱的童谣 又在街头巷尾唱了起来 而且 被一个叫李玄英的秀才 将那趁言破解了 什么 皇上大为惊奇 啊 李玄英解释说 陶李子 既是一个赛陶的理性人 皇后绕扬州 婉转花园里 则是寓意着皇上皇后 此次盘缓于江都 难以返回东都了 乌浪雨 谁道许 即密也 因此 他明白不误地只说 应验图衬的人 应该是赛陶的李密 哼 那个李玄英呢 此人谣言获重 也应将他碎尸万段 此人将趁雨破解 激励东都追寻李密去了 啊 皇上更感到不可思议 他紧着问 李密逃脱陷过身之后 不是又逃得没见了影子吗 这个李玄英 到哪里去找寻李密了 裴运茫然地摇头道 就是不知道啊 好奇怪啊 皇上沉吟了许久 做出了两项决定 一 免除李渊 山西河东抚慰室的职务 处理待定 二 赵令各郡 县衙 加紧击补李密 和李玄英 宇文树一听 盲问 那突厥入侵山西河北的事 那可怎么办呢 哎呀 再说吧 此时的皇上 显然已经顾及不到 突厥入侵的事了 那么 已经销声匿迹的李密 又在何处呢 咱们的皇上 去承认了 在这边 前面 有什么 是 决定 至于 有什么 决定 这边 还是